嗨,大家好 我最近收到比较多的留言 关于问我 卡特兰种在玻璃瓶颈里面的问题 有男友想知道 我用的玻璃瓶颈有多大 我今天还会 跟你们说一说关于 种在盆底 每孔的玻璃瓶颈里面 跟种在普通的种籍 它们有什么区别 关于卡特兰种在玻璃瓶颈里面 其实我一直都是有参考 好几个的西方平台 其中一个叫做Michael 另外一个是The Orchid Room 它是在英国的 它们都是用 好多的玻璃瓶颈来栽种卡特兰 而且呢 花都开到很多的 所以我才有孙鲜 卡特兰是可以种在玻璃瓶颈 而且呢 还是可以长得很好的 但是呢 它们都是用淘楼板水皮 而我呢 就加了一点木炭 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两颗 它是同一个品种 有一颗呢 我是种在玻璃瓶颈里面 没有孔的 这一颗呢 我就种在普通颈料里面 我现在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这两颗卡特兰呢 是我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一位可兰劳先生送给我的 它当时呢 是一颗 我就把它分开 这一颗呢 在去年种在桃盆里面呢 长了三个球菌 但是呢 没有开发 那今年呢 我把它转到盆底没动了 根长得很好 因为种在桃盆里面呢 如果你要弯盆的时候呢 它好多根都是粘在桃盆旁边的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好多根都给我剪掉了 因为它粘在桃盆里面 很难把它拿出来 所以现在你们看见的根呢 基本上都是我种下去以后呢 才长出来的 根长得非常的好 那今年呢 它长了两个球菌 这一个球菌 长了一个花锹出来 现在已经可以看见有花包在里面了 还有一个球菌在这里 也有一个发酵 但是就没有发包 这个球菌呢 是比较小的 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有发包长出来 它去年呢 在桃盆里面呢 其实长得不错的 有一个球菌 整个球菌是去年长出来的 两个 三个 都是去年长出来的 可是它一个发酵都没有 可是它一个发酵都没有 那这一颗呢 那这一颗呢 它在年初的时候呢 都已经开过花 没有做过细菌 这一颗呢 在去年呢 长了一个球菌 就开了两朵 那今年呢 长了三个球菌 这一个小小的 就是今年长出来的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都是今年长出来的 现在有两个发酵 这一盆的栽种呢 我是参考 可拉脑腺酸的 我在几粮里面呢 加了一点点的 盆栽土 因为可拉脑腺酸呢 它栽种的卡塔兰呢 所有的卡塔兰都用盆栽土 加了很多盆栽土 所以 这一颗呢 我都是加了一点点的盆栽土 长得不错的 根长得非常的好 你看它的根啊 长得非常的好 那种在盆栽有 孔的普通的栽种 根类型的 种在玻璃瓶子里面呢 我是怎么样 吸肥浇水的呢 我之前都有做过 好像结类型的 在春夏的时候呢 我大部分都会把它泡盆 泡清水 泡完清水以后呢 我才用 四分之一的浓度的 煎液浓度的肥水呢 从上面呢 咬下去的 这个吸肥的方法呢 我都是参考 可拉脑腺酸的 它都是怎样吸肥浇水的 我感觉还是不错 效果很好 那盆底 每孔的 我就先喷洗 然后再喷煎液浓度的 四分之一 我就是呢 跟盆底 每冬的 跟盆底有冬的 吸肥浇水 就是这样做的 那好 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两颗 这两颗呢 都是同一个品种 我在今年的二月份呢 从可拉脑腺酸呢 送给我的 送给我的时候呢 它很大颗 我就把它分开 这一个部分呢 我就把它分到 在玻璃瓶子里面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种在普通银子里面 好多卡塔兰呢 如果我只有一个品种 如果是可以分开的 我都会把它们分开来养 一 我可以知道 它喜欢怎么样栽种 二 如果万一 有一盆 有什么问题了 死掉了 我还有一颗嘛 怎样是比较保险的 现在呢 就来看看 它们两颗的表现怎么样 种在玻璃瓶子里面 这一个部分呢 长得非常的好 它长了一个球菌 只有一个球菌 就打了一个花锹出来 但是呢 它的球菌呢 长得很大很大 你看看它 新长出来的这个球菌 好大哦 肥肥胖胖的 所以它有花锹呢 应该可以开 有两朵花的 我估计它可以开两朵花 根现在都长得不错 那现在呢 来看看种在普通极料的 它长得很好 根都长得很好 而且它长了 三个球菌在今年 这个跟这个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 在这里 本来呢 我以为它很有机会开发的 因为不管在光照啊 肥料啊 我都是把它摆在光照最好的地方 因为这一类型盆底有孔的 我可以把它摆在一个比较高温的地方都可以 光照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 这一类型在盆底没孔的 好多时候呢 因为它是玻璃瓶 里面呢 可能温度比较高的 所以我把它摆在一个有明亮的光照 太阳太好的时候呢 我都不会给它晒太阳的 反而这一颗呢 光照是比较好的 它就没有发烧了 现在我已经看见它 球菌里面呢 已经有一个小小的 好像绿丢一样的小 小绿丢长出来了 它其实已经没机会开发了 我知道它不会开发了 今年 两个球菌都不会开发了 如果要开发它 它应该已经有发酵长出 但是呢 我相信它明年呢 肯定会开发 因为它今年呢 根啊 根球菌啊 都已经长得很好了 好的时候呢 我们看卡塔兰可不可以开发 要看它今年长的球菌 长得好不好 而且呢 还要看它 旧有的球菌 如果它旧有的球菌呢 都是很大很饱满 因为它旧有的球菌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养分 来提供给新的球菌呢 长发酵的 它不是单单靠解一个球菌的 它其实呢 还需要靠旧有的球菌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分个盆以后的 比较小的 其实都长不出发酵 因为它原有的球菌呢 长得很小 好了 最后呢 我就量一下 我用的玻璃瓶子 是有多大 我一般呢 如果用小型的 卡塔兰呢 我用的瓶子呢 都会比较小 好像这一颗 嗯 现在都有一个发酵 它的瓶后呢 大概 这个瓶子呢 是在IKEA买的 很便宜 2lb 5寸呢 瓶后大概5寸 它的高度呢 都5寸多一点点 那这个瓶后呢 就 都是5寸 它的高度呢 就有8寸 这一类型呢 比较大型的 卡塔兰呢 我都会用一些比较高的瓶子 但是呢 枝料呢 我就下一半了 不会下得太满 因为它很高啊 上面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拿来固定 它的枝柱 就不会摇摇摆摆 最后呢 还给你们看看这一瓶 如果要用玻璃瓶子来摘摆 卡塔兰呢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我都建议 你用的瓶后呢 要大一点 下面呢 可以小一点都可以 好像 这一类型的 是比较好 这一类型呢 因为它中心比较小 因为我当时呢 都买不到 这一类型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玻璃瓶来摘摆 这一类型的 关度呢 是比较好 现在给你们看看它的根 这一棵我用桃力木炭摘种呢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两年多啊 从来没有拦过根 你看 它的根呢 长得很多啊 现在有一个 生的球菌长出来 这一棵呢 很难开发的 在年初的时候呢 开过一朵花 我希望它今年可以开发 你看盆底 很多根啊 它现在呢 有一个生长出来的球菌 长得 好像是可以开发的 本来呢 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好像是八月份 有一个球菌呢 开了一朵花 还没有开到第二天 就给一个小孩子摘掉了 你看 就是这一个球菌 它的发感还是很新鲜的 好像是在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就给一个小孩子 发还开了 第一天就给它摘下来了 我最近呢 都把一些呢 都是盆底每孔的 塑胶瓶子里面 用塑胶瓶子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用玻璃瓶子 那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关于 玻璃瓶子栽种卡特兰的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